交通部长林佳龙今天就在议会当中提到了 关于中国武汉到台湾的旅行团 从23号到29号总共是有10团178人将要抵达台湾 因此目前交通部已经透过了特殊管道来协调取消 另外观光纸也宣布 即日起禁止台湾的旅行团出团到湖北 预计春节这段时间总共有7团83个人的行程 因此泡汤 放春节假期前一天旅行社还忙着调整行程 因为观光局宣布即日起禁止旅游团进出中国湖北 武汉地区目前是一个封城对于这一个民众 不管是外地民众进到武汉或武汉民众出去到其他地区 都是禁止的 那这部分光局也请这个光局驻大陆的相关的一些办事处 在积极的在对这样的一个情形做一个查证了解 从21号开始大多数旅行社就已经自发性下架 新京武汉的旅游团 原定21号到29号春台共有7团83人都确定已经取消 另外台湾目前有两团武汉团共24人在台湾旅游 23号到29号春节期间还有10团178人预计会抵达台湾 不过交通部目前已经透过管道协调取消出团防止疫情在扩大 因为它毕竟它本来本身的不是一个就是观光 观光主要为主的一个城市 那会搭配到湖北团的部分 那大部分会是就是长江三峡的这个部分 像这种是属于算是就是不可抗力的因素的情况下 那我们会除了说一些就是包含说 它已经就是缴的一些就是行政归费的部分 那其他部分我们都是百分之百退还的 旅行车业者表示武汉旅游团团数照少 目前取消的数量一周大约全台顶多是7到8团 影响还不大 但如果疫情状况一直没有好转 影响到后续旅游团可能损失就会增加 除了旅游团纷纷取消之外 交通部长林佳龙也透过脸书表示 台湾目前有四家航空公司飞往武汉 每周12班已经请国际航空评估是否有必要暂停武汉航线 后续也会跟中国东方南方航空同步协调 不过因为涉及台湾民众春节返乡 详细防疫措施还得审慎评估 记者综合报导